大力反腐的当下 大家都低调了 00后大学生流行替编织带去上学 务实好用的潮流永不过时 今年的开学季 陆续走进校园的大学生们 把装型里的编织带玩坏了 在全国多个高校 新生成群结队拖着编织带入学 成为普遍场景 零售平台美团的数据显示 8月下旬以来 平台上行李相关用品销量大幅攀升 其中编织带销量环比7月增长128% 比去年同期增长231% 看到00后意气昂扬地背着尿素带上学 最受震撼的可能是70后和80后 回忆起曾经的大学时光 用编织带背行李好像是农村 贫困家庭的孩子独有的行为标签 家里但凡有些条件 还是会像模像样地买个行李箱或旅行包 既是给自己一点上大学的仪式感 也是为了不被贴上穷酸的标签 不想被人看不起 但是00后好像根本不管这些 也不用管这些 他们在物质相对充裕的时代下长大 反而不太会被物质欲望所困 更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 他们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 不愿活在他人的眼光和定义之中 更在意个人意识地成长 他们拖着尿素、史丹利、大豆粉等大名牌的编织袋 高调地行走于大学校园 仿佛自己提的是时装周当季限量旗舰款 就是那么潇洒和自信 完美地诠释了土到极致就是潮 再说 就连奢侈品大牌都把蓝红白编织袋捧上了秀场 成为超模手中的大热单品 谁又敢说 提编织袋上大学 不是迈着青春的步子 走在了时尚的前沿呢 其实 编织袋也是真的很不错 平心而论 如果不是怕尴尬 爱面子 谁不想用这种打包神器装行李 容量大 够结实 还便宜 买几个可以管四年 每年开学放假都能用 到毕业可能都用不坏 简直是性价比的首选 而Z世代纷纷选择洗尽千华 好脱能装的编织袋 也说明他们不再重视外在的光鲜 而更在乎内在的品质 并且只要他们愿意 时尚不时尚 好看不好看 完全可以有他们自己去定义 放下了虚荣攀比之心 勿使好用 就是永不过时的潮流 曾经是农村学生 农民公子弟专用的编织袋 如今成为校园里的流行爆款 也说明城乡之间的彼此认识 越来越平等 心灵距离也越来越近 正如此前 记录农村生活的张同学 成为涨粉千万的网红 很多城里人都对他所呈现的不算富裕 但极具生命力的乡野景观所吸引 这其中有对过往时代的怀旧 有对风土人情的新奇 但更多的 也是对于当下农村的一种平等的地势 绝大多数人 在打开这些农村视频的时候 不会带着偏见去预想 会看到多么糟糕的环境 多么贫穷和困难的生活 而是纯粹的对村庄的活法感兴趣 希望从其中看到向往的质朴与和谐 看到关于田园的浪漫与真实 原生态的编织代理 装着00后大学生们不被定义 不被设限的生活方式 也装着连接城乡 共同发展的平等心 从城镇化的发展历程而言 这未尝不是一股务实的 稳健的潮流 让更多人来自乡村城市的年轻人 在校园相遇 以真诚护免 共同书写城乡和谐发展的未来